很久以前,有两个关系很差的国家,一个是宁静祥和的摩尔王国,里面的动物与精灵无忧无虑和谐地相处着,另一个国家则被贪婪的人类统治着。 一天,一个人类男孩斯特凡闯进了摩尔森林,他和住在森林里的小仙女马林菲森邂逅了,他们两小无猜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在万物的守护下他们坠入了爱河。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斯特凡退去了往日的纯真,他逐渐被人类的贪欲所吸引,而马林菲森则成长为法术强大的仙女,只有人类的铁才能伤害到他。 人类王国听说了摩尔森林的力量,决定向摩尔王国开战,但有了马林菲森的守护,没人能够打入森林,斯特凡为了成为王位继承者,竟然利用马林菲森的感情残忍地割下了他的翅膀。 之后,斯特凡成功地当上了国王,而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创伤,让马林菲森变成了满怀仇恨的冷酷魔女。 整个摩尔森林也跟着陷入了黑暗,不久,斯特凡的女儿出生了,所有人都去参加了洗礼,三个仙女先后为公主送去了美好的祝福。 而马林菲森为了向国王复仇,给公主施下了沉睡魔咒,公主长到16岁时将被纺织机扎中,从此一睡不起,只有真爱之吻才能够让她再次醒来。 国王因此下令毁掉了所有的纺织车,并将公主交给三个仙女,让他们保护公主平安度过16岁生日。 为了复仇,她还让人烧去了摩尔森林,但森林外全是坚硬的魔藤,人类根本就奈何不了。 很快,马林菲森就发现了公主的踪迹,不过她并没有对公主做什么,反而还暗中救了公主好几次。 久而久之,马林菲森对小公主产生了感情,而公主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守护神。 公主的到来为马林菲森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她内心的怨恨逐渐变少了, 整个摩尔森林也逐渐恢复往日的美好。 不知不觉间,公主即将过16岁生日,她打算为公主撤向魔咒。 然而魔咒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她失败了。 就在此时,公主邂逅了一个迷路的王子,情窦初开的公主对王子一见钟情。 马林菲森觉得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然而公主却在生日的前一天从三个仙女那里得知马林菲森为自己下了咒, 她十分痛苦地回了王国,到了她生日这天,魔咒开始生效。 她在魔咒的指引下去到装纺织车的房间, 然后将手扎在了针上,彻底地沉睡了过去。 等马林菲森赶到王宫时,为时已晚,她想起了那个迷路的王子, 于是将王子带到了王宫。 王子亲吻了沉睡中的公主,但公主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醒过来。 马林菲森十分地后悔和绝望,她轻轻地吻在了公主额头, 没想到公主竟醒了过来。 原来她对公主的爱才是真爱。 就在马林菲森带着公主准备离开的时候, 她却被国王设下了陷阱,抓住了。 国王知道她害怕铁,还专门用一张铁网来捕获她。 幸好公主找到了她的翅膀,重破翅膀的马林菲森变得异常强大, 很快就冲破围堵飞了出去,但国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脚, 要将她置于死地。 马林菲森无奈地结束了国王的性命, 最后公主和她一起回到了森林,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